日前还有不到四天的时间 备受观众期待的爱情公寓大电影就要与观众见面了 尽管延时到8月10日下午2点收映 延时14个小时 爱情公寓大电影预售票房已经轻松突破1.1亿 实在是让人大开眼界 火爆程度堪比春节大 可见这部陪伴了观众十年的经典 爱披所蕴含的无穷钱力 不少网友认为爱情公寓会成为寄予 我不是要神和西红柿首富之后 舒淇荡又一匹黑马 而选择同日上映的黄渤芯片一出好戏 可就显得有些尴尬了 这部汇集了王宝强 黄渤 王雪 依和伟 舒淇和张艺兴 等一线实力派大嘎的电影 预售票房却并不太理想 预售票房三千万 相较于爱情公寓的上映预售票房 两者相差实在是非常悬殊 不过一出好戏后期 并不是没有靠着超强口碑爆发的可能 我们还是持续关注这部电影的走向吧 说起爱情公寓大家可能并不陌生 这部承载着无数把零后 九零后梦想的IP 曾经给我们带来无数的惊喜和感动 不过对于这部作品的到来 曾经作为主演之一的王传军 和金世佳却缺席了 两人给出的答案都很简单 爱情公寓这部作品给两人的演艺生涯 带来了很多的标签 在剧中两人的人物性格比较单一 完全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演技 而王传军也多次表示 对爱情公寓这部作品的不满 另一位主演陆展博的扮演者金世佳也曾以一篇 演员要知道什么是羞耻心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也引起了不少热议 如今爱情公寓有如此突出的票房成绩 不知道两人有何感想 尽管欢呼神奇和陆展博选择离开 但是正如爱情公寓主创们在采访中所说的那样 有一直都在 我们还是希望爱情公寓这部电影 能够取得更好的票房和口碑吧 而王传军也凭借着要臣成功转型 也算是如愿以偿的 另外好莱坞大片巨齿沙也将登场